古时富商中有一种女子极受欢迎 被称之为扬州兽马 我和姐姐都是扬州兽马的女儿 姐姐滋容无双 我却生得冒丑无言 阿娘认定我是随了我那不知姓名的亲爹 对我非打极骂 她告诉我 丑便是原罪 可后来历经千番 我才晓得 身为兽马 却容貌丑陋 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 阿娘进来时 我正在为姐姐梳妆 铜镜里的一张脸娇艳欲滴 容色无双 只是一双柳眉微微醋着 带着些许哀愁 直到阿娘将那一纸聘书放到暗桌上 姝儿 宋府的聘妾书已经送来了 除了原定的彩礼 她又让人送来吧台相拢 娘瞧了瞧 清一水的全是好东西 我的儿 莫说是整个兰香院了 便是整个扬州城 又有哪个官宦人家的女儿比得上你的牌头 姐姐这才舒展柳眉 嫣然一笑 眼含秋波 叫人闻之欲罪 虽只是作妾 但这对于生在兰香院的寿马而言 已经是极好的出路了 若不能在韶华正盛之时寻个好人家 便只能生生耽搁在这院中 一双玉碧千人枕 一点珠唇万人肠 阿娘是知晓这一点的 所以早早地便给姐姐婚配了扬州城中有名的富商宋家 那宋老爷虽年过四十 但家才万贯 且不说兰香院 便是好人家的姑娘 也都盼望着能嫁进宋府 若不是姐姐实在是滋容无双 也是高攀不上的 如今 我也是真心替姐姐高兴 只是 我与阿姐虽是双生胎 却天差地别 姐姐性眼陶塞 穷鼻红唇 一看就是随了风华绝代的阿娘 而我相貌平平 一看就是随了我那不知姓名的老爹 阿姐凭着一张与阿娘笑似的脸 成功出了这兰香院 逃出生天 而我 却不知道要如何了 我站在姐姐身后 瞧着同镜中与姐姐对比鲜明的一张脸 终究是挥了心 阿娘 妹妹如今还未曾有着落 不然便随我一同去了宋府 也好有个照应 阿姐不动声色地俯上我的手背 声音轻柔 宋府自然不会啃出银子聘我的 即便是跟阿姐一同去了宋府 我也只能是阿姐房中的丫鬟 哪怕是这样 那也比留在兰香院中要好过 我心中暗自有些雀跃 转头小心翼翼地瞧着阿娘的神色 只看见她摇摇头 不可 且不说你如今还未被抬进宋家 便是已经成了宋府的姨娘 带着妹妹嫁人算怎么回事 况且这丫头 生得又不好 若是宋老爷哪日去了你房中瞧见了 岂不是晦气 娘知道你心疼妹妹 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娘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阿姐这才放下心来 拿起那张聘书仔细端看 我也松了口气 即便是不能像阿姐一样地嫁高门 想必阿娘也是会为我寻个好去处的 可到了第二日我才晓得 阿娘说的安排是什么意思 原来 她将我卖了出去 那李川是个老实人 你便和她好好过日子吧 相比于对阿姐的温声细语 阿娘只甩给我这冷冰冰的一句话 我瞧着那暗桌上的五两银子和气书 只觉得心似乎被捅了个窟窿 呼呼地扯着冷风 阿姐庄台上随便一只差子便不止这个树 阿娘为何如此羞辱我 阿娘转过头 露出风韵犹存的一张脸 岁月风霜之下 依稀可见曾经的韶华 可眼底的恨意却让她瞬间成了个怨妇 我羞辱你 你瞧瞧你这张脸 蓝香院里随便扯出个烧火丫头 也都比你生得齐整些 你还想同你阿姐比 你阿姐是云间佼佼明月 你便是这院中地上脏水里的淤泥 来这院中的客人若是不小心蹭上了 还要倒声晦气 我转头看她 生得丑陋 便是我的错处吗? 她闻言冷笑一声 整张脸都扭曲起来 你该知道 身为兽马 丑便是原罪 丑便是原罪 从小到大 阿娘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这句话 因着阿姐貌美 所以幼时不论是拆还首饰 还是高饼点心 都是阿姐一人的 偶尔阿姐心疼我 偷偷接济我时 还要被阿娘训斥 本就相貌粗笨 若还养得个娇柔作作的性子 怎么了得? 我如今这般 也是为了她日后好 我本以为 阿娘只是嫌弃我不如阿姐貌美 不能给她得脸 后来听院中人闲谈时 我才知道 不论我丑或是不丑 她讨厌的 就是我这张脸 阿娘年轻时 也是扬州城中有名的美人 无数富家子弟一致千金 只为与她遥遥一见 一时风光无两 后来有个身份尊贵的男人 俘获了阿娘的芳心 阿娘身怀有孕后 那人许诺会抬阿娘入府 可后来却彻底没了音讯 这时 阿娘已经有孕七个月 若是强行落胎恐会有性命之忧 便只能生了下来 因是双生胎 生产之时 阿娘伤了身子 又损了容色 再无法重回当日巅峰之名 阿姐生得像阿娘 自然是备受恋爱 而我 变成了众矢之地 念及从前诸般往事 我心绪渐冷 拾起桌上那张气纸 走了出去 不论如何 日后的日子 总归是不会比现在差了 阿姐被抬进宋府的那日 秋雨连绵 宋老爷担心路上的积水弄湿了阿姐的嫁衣 便命人提早铺了红毯在街上 鲜亮的颜色绵延数十里 煞是好看 街上官里的人议论纷纷 无意不是再说宋老爷家财万贯 却又体贴入微 蓝香苑的荣书姑娘实在是好命 我引在人群里 抬脚踩过那鲜红的一片 下一瞬 袖鞋踏进了脏污的积水中 今日 也是我嫁进铜花巷的日子 李川早早地就站在巷口后者了 人倒是五官端正 只那一身心裁的喜福不大合身 瞧着有些滑稽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阿姐的旧衫 也没好到哪里去 李川是个倒夜香的下人 平日里除了阅历 也没几个闲钱 因此我们的婚礼极为简单 只略略对着他父母的牌位拜了拜 就算是结束了 家中并未宾客 便也没有什么宴席 小桌上只摆着几叠家常小菜 我自顾自地掀起盖头 拿起糕饼咬了一口 李川就站在一旁盯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 无言 貌若无言的意思 他神色未变 只是点点头 我突然有些好奇起来 从前在蓝香院 但凡有人听闻我与姐姐的名字都会捧腹大笑 荣书 无言 你阿娘可真是会起名字 姐姐美貌便换荣书 我貌丑则换无言 人如其名 可她却仿佛并不在乎的模样 我问她 你不嫌我丑吗? 扪心自问 我生得实在不算好看 无两银子在我看来虽不算多 可对于李川来说 想必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花这么一笔钱 买我这么一个姑娘 又是出身蓝香院 实在是不值当 李川神色自如 反问我 你不嫌我脏吗? 我坦然开口 我没得选 她也转头看向我 我也是 四目相对间 我们俩都笑了 两个出身卑微的人 凑在一处 似乎也不算太糟 成婚第二日 我才晓得李川是在宋府当差 每日饮食 她便要将府中所有的污秽之物运出来 可她是个有算计的 并不像寻常下人一样 随意找个树林山坡倒出去 而是卖给乡下种菜的老农 虽不止几个钱 但那老农会驾着牛车在宋府旁的巷子里候着 如此一来 倒也省食 而卖这些东西得来的钱财 她有时会买几只糕饼 有时买些旁的吃食 总归是个镜像 这日 她又带了桃花酥回来 包在油纸中被挤压得略略变形 泛着甜腻的香味 从前在兰香院时 阿娘也会时常给阿姐买糕饼吃 只不过 那是最香楼的大师傅亲手做的 比这个瞧着好看 闻着也似乎要好吃些 可阿姐为了维持窈窕身姿 每回也只略略尝两口 剩下的那些 阿娘即便是丢给路边的企儿 我也未曾尝过 我拿起一块桃花酥咬了一口 甜得逆人 可心中 却泛起异样的欢喜 今日我与府中小厮交谈时听闻 宋老爷这连着三日都素在荣姨娘房中 气得大夫人屋里摔杯跌斩 阿姐生得好 宋老爷本就喜欢得紧 如今抬进了府 可不得使劲宠着 我呼地想起从前阿娘叮嘱阿姐的话 便鬼使神差般地说了出来 旧爱哪里比得上新欢 新婚夫妻哪怕是妾室 自然也都是恩爱缠绵的 听着 你似乎很高兴 我自然替阿姐高兴 虽从小处处都比不得她 可她对我也是恋爱的 阿娘每每责骂我的时候 阿姐都会替我求情 如今她得嫁高门 又深受宋老爷宠爱 实在是姓氏 当然高兴 如此 我阿姐便也算是在宋府站稳脚跟了 说这话时 李川正在院中搓洗着当差换下来的衣衫 隔着半扇木门 她转头瞧了我一眼 目光中带着晦暗之色 让我莫名地心慌起来 我突然有些后悔说这些 我与李川成婚也有三日了 却并未原房 如今提及此事 莫不是她在暗示我 扪心自问 李川待我是极好的 成婚近一月以来 莫说是家中所逝 我连纸碗蝶都未曾洗过 这比我在蓝香院中过的日子 可好过太多了 可我与她相识不久 若说即刻便要做亲密之事 我实在是做不到 不敢深思 我便只能装傻 可夜间我熟睡时 却有人摸到我的床前 窗外大雨如注 泛着凌冽的冷意 有一只粗利的大手掀起棉被的一角 声音阴雅 无言 你睡了吗 我心中一紧 只觉得手脚都站立起来 可下一瞬 屋子里亮堂起来 李川站在竹台前 远远望着抱着被子缩在角落的我 屋顶的瓦片掉了 我怕临着你 我抬头一看 本就潦草粗糙的房顶上 豁着洞 窗外的风雨正沿着口子往里倒灌 地上早已泥泞一片 原来 是我错怪她了 我羞涩地红了脸 尴尬和歉意在心中冲撞时 李川早已麻利地搬了梯子进来 三下午除二 就将那漏雨的房顶暂时补了起来 又拿了屋檐下的坛子进来 接着滴滴答答的雨水 待做完这些 他身上的衣衫早已湿透 却抿着唇一言不发 我戚戚爱爱地开口 抱歉 我不是那个意思 男人转过头 就那么直直地瞧了我半上 我哑然地张张嘴 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犹豫间 李川已经拿了把破伞 出门去了 窗外尘光威名 熙熙丽丽的雨点砸在窗帘上 让人乱了心绪 我裹着被子 心中一片模糊 我本以为 李川是会与我置气的 可他并未如此 反倒一切如常 日复一日地去送府当差 日复一日地归家搓洗衣裳 只是 少了那一份桃花酥 我心中有些不安 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好去宋府寻了阿姐 宋府排场极大 那门房的小厮通传了一道又一道 方才见阿姐出来 不过一月的功夫 阿姐容貌越发娇艳 他一身月影纱的绸衫 粉朱绿翠的钗子 双面苏绣的鞋子 整个人浮光盛雪 比之从前在蓝香苑 更天光滑 阿姐瞧见是我来寻他 十分欢喜的模样 你来了 阿娘如此坐见你 我却阻拦不得分毫 我原以为你是不会再来见我了 阿姐低垂眼洁 眸中带着雾气 我俯上她的手臂 怎么会呢 阿娘一向不待见我 我们蓝香苑的姑娘向来都是身不由己的 我又怎么会怪阿姐 瞧着阿姐如今的模样 在宋府过得应当是极好吧 阿姐勾唇笑开 唇边是一对极小的悬 老爷带我自然是好的 只是夫人略有刁难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 为人妾是哪有不受气的 你呢? 李川带你如何 男人雨夜离去的身影似乎又浮现在眼前 我勉强笑道 他带我也很好 只不过 阿姐柳眉微醋 目光中带着探究 我只好说出心中的疑惑 李川很好 只不过 我实在不知该如何与她相处 阿姐愣了半赏 玄疾笑开 好歹你也是出身蓝香苑的姑娘 竟连这都不曾知晓 妻妾本就不同 为妾者则该身段娇柔 讨主君欢欣 可为妻者 便要贤梁淑德 你要晓德这其中分别 无言 阿姐虽嫁到了宋家 却是没有这为人正妻的福分的 我低头思索着阿姐的话 抬头时却对上那一双温润亮泽的眼 那眼底星星点点的 似乎是羡慕 沉于落雁之姿的阿姐 羡慕我这么个丑丫头 略想想 我自己都发笑起来 回到铜花巷后 我思来想去 李家这样的近况 是没有地方让我发挥贤梁淑德的 唯一能试的 便是洗手做羹汤了 于是当天 我便付出了行动 可未曾想到 李川进门后瞧着一桌子饭菜 实实在在地生了气 你便是不想与我好好过日子 也不必拿这些蔬果饭时出气 李川抬手摇起一勺浑浊的汤 眉毛皱地打了结 转头又瞧见我满身满脸的灶灰 神色松动几分 只闷着头走进了厨房 男人娴熟地点燃灶火 又切了几盘小菜 在锅中翻炒着 不一会就端上了桌 和我做的颜色晦暗的菜 形成极鲜明的对比 简直是惨不忍睹 李川冲我挑挑眉 这才叫家常小菜 我低下头扒了一口饭 闷声开口 我从前没学过这些 那你从前都学了些什么 我咬了口脆嫩的青瓜 开始回想 蓝香院是扬州城内数一数二的寿马方 阿娘亦是曾经名动荆州的寿马 我虽未曾跟阿姐一般学过那些归为之术 可到底耳濡目染了几分 如今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的 想起阿娘曾教过阿姐的那些秘术 我耳阔飞红 只略略摇头 李川似乎也明白了几分 只挑挑眉 却无端地提起那晚的事 那晚 你实在不必如此 若你不愿 我必定是不会强迫于你的 虽我只是个粗人 但我既娶了你 也是想好好过日子的 我自知求不来那十全十美的好姻缘 可我也想求个夫妻和顺 平淡度日 她盯着我 眸光如星 语气诚恳 我心中一紧 手脚都无措了起来 有些话机遇已久 我本是不愿说的 可瞧着她眸光肯然的眼睛 终究是开了口 其实 并非是我不愿 从前在兰香院时 有位醉酒的客人摸错了门 寻到了我踏上来 那时我才十二岁 虽什么都未曾发生 却也吓了一大跳 因此如今 我垂下头 再也说不下去 这些话 我从未对旁人说过 曾几何时 我也告诉过阿娘 虽并未奢求她会为了我去斥骂那些地位尊崇的客人 可若是她能像宽慰阿姐一般 将我拢到怀中宽解几句 我便也知足了 可她并没有 她得知后 语气怨读又嘲讽 你且弄清楚 这是寿马方 又不是千金小姐的规格 你这般的品貌 便是被人犀利糊涂破了身子 也是旁人的损失 从此 那个阴暗潮湿的夜 和探入衣衫的大手 便积遇在了心中 如今 我却全然告诉了李川 即便是个倒夜香的下人 若是得知自己的新婚妻子不仅出身受马方 还险些失身 想必也是会有所介怀的吧 我不敢再想 可男人沉闷果决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知晓了 我抬头 李川的声音演在那只缺角的瓷碗后 有些模糊不清 从前的那些阿扎是阿扎人都不必记得了 往后 我们好好过日子 明明是极平淡的语调 却无端地叫我安了心 我夹起一筷子鸡蛋 放入口中 那金灿灿的颜色 似乎也渗透进了心里 某个常年阴雨的角落 似乎也不再潮湿 在同花巷的日子 其实十分乏味 李川每日饮食要出门当差 我便在家中做些杂事 待她归家时 便会给我带些桃花酥 亦或是糖油果汁一般的糕点 虽并不十分精致 可那滋味极甜 有时我会送些去给巷子身处独居的张婆婆 她一把年纪 又瞎了一双眼睛 无儿无女 李川有时会照服她些 每回我去 她便会笑咪咪地拽着我的手说 你便是小川儿新娶的娘子吧 定是个心慈貌美的姑娘 我总是心虚地笑 却不敢告诉她 我不仅生得不美 甚至连个好人家的姑娘都算不上 这日我又去了 李川这回带的是桂花糖膏 张婆婆只尝了一口 便皱了眉 太甜 且这桂花都是往年的 滋味不对 瞧着她十分内道的模样 我起了好奇 婆婆也会做这个吗 张婆婆眉发揭白 一双浑浊的眼睛暗淡无光 文言却笑了起来 当然会做 我阿爹从前便是密建局的大师傅 我自小便跟着他学 莫说是扬州 便是荆州的糕炳花样 我也都会做 只不过 后来我瞎了眼睛 便作罢了 我文言十分唏嘘 却被张婆婆抓住了手 若是我教你 你愿意学吗 我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她语气急切 我本意是不愿让这手艺失传 若你学会也算是个傍身的本领 本领 我被这两个字积得心中滚烫 鬼使神差般地硬了下来 此后 我便日日在张婆婆处学做点心 张婆婆眼睛不方便 便只能口述 我依照她的方子做出来 她再逐一品尝 我于灶火一道上 并没有什么天赋 可揉面做起糕饼来 却有模有样 那些细致精巧的糕点 只笑听过一遍揉过三道 我便能学去六分 且李川是十分支持我的 每日当差的银钱 我全拿去买了做糕饼的糖酥面粉 它也绝无意义 一来二去 学至第二月的时候 我出师了 李川在未买过长街上的糕饼 只一味吃我做的 可张婆婆却说 还差一分 滋味口感都不错 可到底是差了些什么 我不明白 老人温热粗糙地手 俯过我的头顶 你如今做的 不过是我张氏的糕饼滋味 但凡照着方子 扬州城的糕饼师傅都能做出来 差的那一分 若是补齐了 剩下的九分便都会流光溢彩起来 后来 我才晓得张婆婆说的那一分是什么 不过那时 我已经成了名满荆州的大师傅了 此刻 我瞧着正收拾台面的李川 不明所以 但我晓得 我该往前走一走了 冬至的时候 李川告诉我 宋府门房处地说 府里的荣姨娘有了身孕 本就宠爱阿姐的宋老爷更是将阿姐视若珍宝 每日里流水一样的补品送到阿姐房中 更是将府中最大的院子挪给阿姐住着 宋老爷年过四十却并无所出 仅夫人生的两个女儿 不过都在幼时夭折了 所有人都说 若是阿姐生下儿子 便能彻底在宋府站稳脚跟 我十分为阿姐欢喜 也为我自己欢喜 彼时 我同李川已然存下了十两银子 虽算不得多大的数目 可在长街最尾端租个小铺子倒也刚好够用 我俩盘算着等初春时节 再攒五两银子 便盘个小铺子做糕饼生意 想来到那时 算上李川在宋府当差的赏银也刚好够用 却未曾想 李川的差是没了 她告诉我 是宋府的夫人亲自罢免了她的差事 说是她做事不牢靠 用府里的物件捞油水 一个到夜乡的苦差事 不过是卖了挤车粪水给乡下的老农 便被诟病成这般 如此一来 我与李川的打算便都成了泡影 第二日 阿姐派人来传话 我与她在童花巷口见了一面 几月未见 阿姐挺着运渡 却依旧是荣光焕发 风于了不少的面旁 像磕盈润的男珠 其实哪里是李川当差不牢靠 不过是夫人瞧着我有运心中不渝 却又奈何不了我 便拿你们出气罢了 无言 如今算来 倒是我连累了你 阿姐拉着我的手 一双杏眼蒙了层雾气 这些弯弯绕绕我是不大明白的 可我晓得 阿姐在这宋府大敌也是不好过的 便宽慰她 获起萧强 阿姐又怎么能预料 没了这差事也不要紧 我和李川另有打算 便是在长街做些小生意 也比在宋府受人欺辱来得强 阿姐不必担心我 如今你既有了身子 便应该好好保养自身 阿姐闻言抬头 美目亮起 在身上摸索了一阵 却一无所获 我在宋府足不出户 每月虽有些月历银子 可阿娘总来寻我要提起银子 如今我竟身无分文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阿姐在发际上摸索一阵 拔出一只碧玉簪子 塞到我手中 这簪子是我被聘入宋府前 自己置办的 算不得宋府的私产 无言 你如今被阿姐连累了 阿姐在别处也帮不到你分毫 如今你便将这簪子拿去吧 或当或用 都是阿姐的心意 只愿你日后能过得比阿姐安稳些 我捏着那质地通透的簪子 险些落下泪来 这时间带我好的人 也便只有阿姐了 巷子里似乎传来急切的脚步声 我与阿姐均转过头 便瞧见李川站在不远处 微微喘着气 无言 张婆婆不行了 我脑中炸开 顾不得还在身后细细叮嘱的阿姐 抬脚便朝巷子里跑去 李川去回春堂请了最好的大夫 可他只略略瞧过 便摇着头走了 张婆婆躺在床上 干瘦的身躯只将那辈子撑出小小的一团 听到我进门的脚步声 笑了 无言 你回来了 我强压住哭腔 走到他床前 是啊 婆婆 回来便好了 我只怕见不着你了 一只粗力地手扶过我的头顶 如同以往的每一次 只是这一次 却少了些温度 我吸吸鼻子 怎么会见不着呢 前日我做的紫玉膏 还差些火候 正想着向您讨教呢 不过今日时辰不早了 婆婆还没用饭吧 可不许像昨日一般赖着不吃 炉鱼羹还是青菜粥 我这就去做 有人拉住我的衣角 他笑笑 我想跟你说会儿话 好 我坐在床前 龙手点燃了油灯 昏黄的光将张婆婆银白地发映成橙色 他这才徐徐开口 无言 日后若是我老婆子不在了 你也得将我这份手艺传下去 有你这样的好姑娘传承我张家的手艺 我便是到了阴曹地府 也算是心安了 我看着张婆婆哭搞的面容 终于是没忍住 说出了实情 其实 我并不是好人家的姑娘 我出身成东的蓝香芳 且生得也并不好看 从前怕您嫌弃并不敢说出实情 可如今 欺瞒一个将死之人 且还是待我有恩的人 我实在是做不到 我本以为 张婆婆会神色俱变 可他笑意更深 我知道 小川儿半年前便来问过我 说想娶个蓝香芳的姑娘 问我好不好 其实哪有什么好不好呢 只有怨不怨 如今你既与小川儿成了夫妻 便该相守一生才是 什么老实子容貌出身 那都是次要的 我且告诉你 无言 心慈便貌美 你在我心中便是这扬州城最美的姑娘 一席话说完 我呆愣在了原地 李川站在烛光的阴影处 我瞧不清神色 此刻竟觉得有些饿了 想吃桂花糖糕了 张婆婆半握在床上 一张脸 气色竟比方才好多了 如今还叫嚷着饿 想来是那大夫误诊了 我忙不迭地起身硬了声 欢欢喜喜地进了厨房 熟练地拿出桂花糖粉 以及做糕饼的器具 揉粉 按压 塑形 蒸煮 每一步 我都无比娴熟 待到做好 我急匆匆地端着糕饼出来时 那只时常在我头顶抚摸的手 已经无力地垂下了 这世间的事 似乎总是有这么多的阴差阳错 有人走进来 拢住我的肩膀 阴影自头顶笼罩下来 节哀 我依靠在温热的胸膛上 尝了一口那桂花糖糕 终于明白了 张婆婆说的那一分是什么 原来 是情 我与李川为张婆婆办了丧事 张婆婆一生无儿无女 而李川也是个孤儿 便以阿娘的名义将她安葬了 一番事宜处理下来 我们手中的银钱已经不剩多少了 宋府在扬州是数一数二的富商 宋夫人奈何不了阿姐 可若是想针对我与李川还是轻而易举的 思来想去 我们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离开扬州 去荆州 我本想着走之前再见阿姐一面的 可听闻阿姐运中身子不便 宋老爷已经不大许他出门了 再者 又怕阿姐担忧我 便只好作罢 临行那天 下起了小雨 如同我嫁入铜花像那天一般 只不过如今 有人为我撑伞了 我们搭了来往的客船 摇摇晃晃去了荆州 待到时 已经是半月后 荆州不比扬州 贵人诸多 且地界也金贵 连最普通的客栈都要一两银子一宿 我便摇摇牙将那只碧玉簪子当了二十两 和李川在城中最偏僻的童心巷租立了间院子 那院子并不大 只一间礼屋和一间堆砌杂物的厢房和一间厨房 但好在厨房极其宽敞 虽要价比别处贵些 我们也还是租了下来 若是想做高饼生意 厨房若是不宽敞些 可不行 李川是没什么话语的 一应都听我的 我让他去城中添置了些锦备床褥 锅碗瓢盆之类的 李川到细心 又花五吊钱 去寻了个木匠 打了富香龙 用扁担一串 又干净又好看 日后走街串巷的也方便许多 租赁完院子 又添置完这些 我手中便只有十两了 虽不算少 可若是坐吃山空 便很快就没了 第二日 我就做起了高饼 糖粉价贵 且还未曾到八月 我便不敢做桂花糖糕 只做些简单精巧的紫玉糕 又用卷布细细垫了香笼 甚至连包高饼的油纸都采好了 才让李川挑着出门去了 这也算是我第一回做生意 若是无人问津 想必会十分挫败 因此 整整一上午 我在家中坐立难安 直至李川归家 我才急不可耐地冲上去 怎么样了 李川卸下担子 将那香笼的盖子掀开 我凑过去一瞧 只剩下了些高饼屑 他罕见地笑了 根本就不够卖 还有好些人没买到呢 明日你可得多做些 我松了一口气 如今 我和李川 也算是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 至此 我每日的高饼越做越多 虽比不得城中的高饼斋做得精巧 可胜在价格便宜 又干净有滋味 因此根本不愁卖 每日我起早做高饼 李川便趁热挑着去城中卖 如此一来 竟也默契 一月下来 我们竟赚了十五两 落雪那日 李川去城中的城衣铺 给我买了件衣裳 是件翻毛皮的假袄 嫩绿的颜色 虽不十分精巧 可很厚实 他替我系上衣襟的口子 我看着铜镜中 肤色暗淡的面容 有些失落 我就说了吧 我穿不了这般鲜亮的颜色 还是拿去退了吧 李川一边替我称平褶皱 一边若有若无地瞧了我一眼 眸光温润却坚定 怎么穿不了 你这样的年岁 便该穿这样的颜色 我瞧着是极好看的 李川话说到一半 后半句便淹没在了喉舌之间 窗外雪落无声 我却觉得胸腔里暖得发烫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跳出来了一般 半晌后 我转过身 便起脚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的唇已经落到了李川脸上 我愿意了 什么 李川呆呆地瞧着我 我说 我如今愿意了 他反应了片刻 似乎明白过来 我说的是什么 顷刻间 天旋地转 我被拦腰抱起 男人阴雅的声音钻入耳朵 方才怎么不早说 如今刚穿的衣裳 又要脱了去 我扫红了脸 心中却是一片暖意 年后初春时 我与李川在城中不显眼的位置盘了肩铺子 因着物美嫁廉 每日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 渐渐地 我们两个人也忙不过来了 于是 我便聘了两个厨娘 一个伙计 城中做糕饼的铺子并不少 开店之前我也曾洋装买糕饼 去瞧过 那些糕饼的饰样 远不如张婆婆交给我的精巧 我这才晓得 自己从前学的手艺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有了人手后 我便开始增加糕饼的饰样了 从前嫌麻烦不肯做的桂花糖糕 如今也开始做了起来 用的都是极好的糖粉与桂花 一来二去的 竟成了最好卖的糕饼 从前只有些生斗小民前来光顾 可后来连一些贵人府中的小丝丫鬟也来了 只不过我每日里做的不太多 并不能兼顾所有人 却没想到阴错阳差 引得他们在铺子前大排长队 甚至城中隐隐开始传出些名号 说城东有家无名的糕饼铺子 极有滋外 李川更是在暗地里戏称我为大师傅 其实这些都不打紧 只要能赚些银钱 平淡度日 我便高兴 这日夜间 我备好了第二日要用的材料 正准备歇下的时候 就瞧见李川正在竹台下勾勾画画着什么 一日镜像是三两 一个月便是九十两 一年便是一千 你在算什么 我问他 李川笑小 将面前的账本递过来 我记账呢 盘算着要多久才能置半个院子 我瞧着面前苟画幅一般的字迹 忍俊不禁 现在便很好 不必置办新院子 李川摇摇头 不行 还是得要的 如今这院子虽宽敞 可离城中太远 每日来回实在疲累 且我们盘下的铺子明年房主必定要涨价 如此我们不如自己置半一间 也安稳些 原来他心中早有盘算 我心安了不少 靠在他怀里问 当初花五两银子买我是不是很值 瞧着如今 我五千两都能给你挣回来了 男人闷笑一声 细细为我揉捏着手腕 当然值 莫说是五千两 便是你一个铜板都挣不到 我也觉得值 无言 有你相伴 我便觉得极好了 大手悄无声息地探进衣衫 我洋装恼怒 正打闹奸 门被敲响了 有人吗 李川开了门 我站在窗子边瞧着 竟是个俊秀的公子 请问是城东糕饼铺子的店主吗 他一身月白色的绸衫 气度不凡的模样 却又十分谦和有礼 李川点头称是 他便道 请问店中做糕饼的大师傅是哪位 我有钥匙相伤 扮演着的远门打开 李川让出一条道 公子请进 其实从前在童花巷跟张婆婆学糕饼的时候 我便早知道会有这么一遭 那时他告诉我 若是有位年轻公子吃了我做的糕饼 询问来由 便只说是家中祖传的即可 若是那人要糕饼方子 便直接给他 此刻 那人端坐在木桌前 端着粗糙的瓷盏饮茶 倒显得有几分滑稽 姑娘如何称呼 兰香苑的姑娘 向来都是有名无姓的 我想了想 姓张 那公子愣了愣 旋即笑开 敢问姑娘师从何处 家中祖传罢了 他放下那杯清茶 泛起阵阵涟 果然如此 我瞧着他低垂的眼睫 目光中带着探究 伴上后 他才滴滴开口 我幼时有位嬷嬷集会做糕饼 听闻家中的父亲是在御膳房做过大师傅的 那时我幼小师姑 极其依赖他 他便将我是做亲生的孙儿 后来我一朝失事 身边亲近之人尽数离散 如今却是怎么也找寻不回他 也寻不回幼时的味道了 我心中震撼 却又不敢表露于心 又想起张婆婆的嘱托 我有那糕饼的方子 公子可需要 她抬头瞧了我半赏 目光如星 罢了 你便做几包糕点 让我带走即可 我应了声 起身去了厨房 简单做了几样拿手的 等再出来时 木桌上昨日剩下的桂花糖粉已经没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支锦带 里面沉甸甸的都是金子 我与李川相视一眼 聚都愣在了原地 我们用这笔钱买了间三进三出的小院子 又在城中置办了铺子 上牌匾时 我想了想 让那匠人提上了张氏丙斋四字 若是张婆婆得见 也一定会高兴的吧 换了大的铺面 生意也便更好了 引着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便在城中寻了几个厨娘 我将张婆婆交给我的手艺尽数倾囊相授 告诉他们学会之后可以另起炉灶 可若是旁人问起 便要告诉他们自己施成扬州张氏 他们初学 虽做得到底差些火候 可到底能应付了 我也能松快些 待到鼠热退去时 我已然有了身孕 李川捧着我亲了又亲 不知道怎么欢喜才好 我想起铜花像的那棵桂花树 怕是已经快到了开花的时节 便同李川商议后 将铺子托付给了店中信得过的厨娘和伙计 踏上了返乡之旅 从前来荆州时 为了省钱 我们走了水路 如今求快求稳 便走了陆路 不过七八天 便已经置身扬州城内了 我们回了铜花像 又去给张婆婆上了像 经过宋府时 我突然想起阿姐 那时我们离开扬州时 她已身怀有孕 如今算算日子 孩儿怕事都快周岁了 阿姐生得美 孩子也定是个玉学可爱的 念及此 我便去敲了宋府的门 那门房处的小司却说 哪里来的什么荣姨娘 早八百年便被赶出府去了 要寻便去那兰乡院寻吧 我脚下一软 险些没站住 幸得李川将我扶住 怎么会这样 阿姐怎么会被赶回兰乡院 我是极不想回兰乡院的 一来从前在这受了不少苦楚 二来 便是不想瞧见阿娘那副面孔 可既然是回到这儿了 少不了还是要见的 她瞧见我一身紧断 腹部威龙 眉都挑了起来 哟 如今是出息了 回来耍威风了 我只问她 阿姐呢 她转身随手一指 洛花院里 兰乡院是扬州有名的寿马方 虽是为富商官宦培养妾室的 可私下也做些暗娼的生意 洛花院便是这般的去处 我只觉得心肩上都冒着寒意 李川掺着我进洛花院时 正瞧见一个男人从里面出来 而半开的门里 阿姐掩着衣衫 目光呆滞 阿姐 她转头瞧见是我 先是欣喜 又低头扣上衣衫 才挤出一个笑 吴言 你来了 我看着阿姐亲子的驳梗 目自欲裂 怎会如此 明明当初 阿姐在宋府是过得极好的 怎么至于如此呢? 阿姐惨淡一笑 说起了缘由 宋府的大夫人容不下我 先是用无数珍品和补药养大了我的肚子 又在我有孕六月时 诬陷我与府中马夫私通 老爷震怒 虽不大相信 却也不愿细查 毕竟为了一个受马损了府中颜面实在不值 于是我便被强行落了胎 赶回了兰香院 她轻叹一口气 那时腹中胎儿过大 我险些死去 回到兰香院时 已经坏了身子 再不能有孕 阿娘说 她从前栽赔我所花的银钱还未曾赚回呢 便将我丢到了这座花院 我浑身震湛 指甲都欠尽了掌心 从前阿娘勃待我 归根结底 还是有缘由的 可她从小便真爱阿姐 如今竟也这般对待阿姐 细细想来 哪有什么血缘亲情 不论是我还是阿姐 不过都是她敛财的工具罢了 如今想来 身为兽马 却容貌丑陋 竟是老天给我最大的恩赐 念及此处 我冲出门去 正好瞧见她站在门口 撩拨着备手而立的李川 荣书曾经可是冠绝扬州的兽马 如今你既有了出息 不再是个到夜乡的阿扎人 便娶了她当二房如何 无言这般寡淡不堪的品贸你都能接纳 荣书嫁给你也算是便宜你了 既是二手货色 我便只收你五十两 怎么样?划算吧 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冲上前去 赏了她一巴掌 她被打得偏过头去 转过来时已经是怒火中烧 小剑蹄子 你还敢打我 我是你娘 她仰手便要扇过来 却被李川捉住了手腕 啪 我又打了她一巴掌 打你又如何? 忘了告诉你了 我如今是良极 打你这么个剑极兽马 又有水感知会 她被噎在了原地 眼睛一转 却又想起了什么? 冷笑一声 可你阿杰也是剑极 你就不怕你走后 我加倍凌虐于她 既如此 那我们便为她赎身 男人冷然道 大手一甩 她便脱力摔在了地上 我转过头 正好对上李川温润的眸光 她说 既然是你阿杰 我们便是散尽千金 也该替她赎身 更何况 我们如今有银钱 无言 既就不回从前的那个你 如今 我们便救救你阿姐吧 我用五十两银子为阿姐赎了身 离开兰乡院时 阿娘扑了过来 抱住我的裙脚 无言 你既帮你阿姐赎身了 也帮帮为娘好不好 我晓得你如今不差这些钱的 我的确有钱 可 差不差钱和愿不愿意花钱 是两码事 可我还是笑道 好啊 又转头问那老宝 多少银子 那老宝打亮了阿娘几眼 谄媚道 她如今已经年过三十 又生育过 早已经人老珠黄了 姑娘给五两银子便是了 我笑笑拿出银子给她 却被追问 这急气可要一同买断 但凡是见急女子 不仅有卖身气 还有急气 只有在赎身时将急气一同买断 日后才可是良急 若是并未买断急气 即便是赎了身 也是见急 除了去给旁人做妾 再无出路 为阿姐赎身时 我便额外花了一百两 买断了她的急气 从此 阿姐便是良急 可如今 没这个必要 不 我丢下五两银子 撕掉那张卖身气 领着阿姐走出了蓝香院 上马车的瞬间 我瞧见有归功将她扔了出来 熙熙攘攘的长街上 路过的人街是避让不及 就像是避让那水沟中的淤泥 唯恐自己沾染上了晦气 再不复当年冠绝扬州的绝代风华 我带着阿姐回了荆州 她瞧见我开的铺子 不禁感叹 无言 阿姐从前竟不知道 你如此厉害 我笑着摇摇她的手 阿姐若想学 我明日便教你 我虽失诚张婆婆 可说到底 最初开店的本钱 仍旧是那只碧玉簪子 若没有阿姐 我也到不了今日 我晓得自己赎得了阿姐的人 却赎不了阿姐的心 唯一能救她的人 只有她自己 此后 阿姐在铺中跟厨娘一同学了起来 待到我生产时 阿姐的紫玉糕已经做得十分有模样 阿姐一边帮我哄孩子 一边盘算着要在城中再租赁一家铺子 我想着 若是我们俩家铺子打擂台抢生意 不论是哪家铺子进向 都是我们赚了 也好过便宜了旁人 我只一味做糕饼 可阿姐却是有经商的才华的 我打趣她 阿姐别不愿是帮我带孩子 才想着夺懒吧 阿姐美好气地瞪我一眼 我还不是想着给我侄女攒嫁赚钱 你说你生便生罢 一生便是两个 一家铺子怎么够分 我笑得差了气 李川盲端来 李高水为我顺气 而我瞧着怀中浴血可爱的孩儿 和身边无微不至的夫君 还有 心慈貌美的阿姐 实实在在地满意了 这才是好日子吗 也不知从前在兰香院勉强求生的小姑娘吴妍 如今是否满意 今才能够够你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不知还要是否拉让这ila 如果对我的脸预算